当我鼓励人不要犯罪的时候 我们开始也可以讲 我们可以这样说的 有些人不知道犯罪的破坏性 犯罪的确有破坏性的 犯罪会破坏你的生命的 但最重要的动力是神有恩典 神在你生命中有奇妙的恩典 祂要提升你的生命 犯罪会破坏的 破坏这个计划 祂的计划是怎么样的 祂要赐给你一个奇妙的计划 写在天上 这个计划是很好的 当你成神的时候 你就进入这个计划了 这个计划中神也给你力量 智慧 聪明 就是神已经为你安排极好的计划 这个计划比所有有钱人 为儿女预备的计划更好 因为神是全能的 祂的计划包括给你救恩 给你属灵的力量 属灵的恩赐 给你智慧聪明 给你平稳安静 给你平安喜乐 给你很多方面的 各方面的恩典 祂都已经为你预备了 当你正从神的时候 你就进入这个计划 你就发觉 在这个计划里面 是没有后悔的 你整个生命都说 我没有后悔 我所做的 我神喜悦 我喜悦 人都喜悦 整个生命就大大发挥 我刚才所讲的 这是当我们尊重神的时候 这个生命会怎么样 然后神怎样帮助我们离开罪了 祂会圣灵放在我们里面 感动我们犯罪 犯罪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了 这是圣灵的提醒 提醒我们犯罪必带来破坏性 犯罪会令我们不能讨神的喜悦 也令我们没有力量 没有平安 里面其实有圣灵内住的人犯罪 会觉得怎么样 很不舒服 是不是 这是圣灵的教导 圣灵的感动 圣灵就感动我们 然后当我们回应神的时候 神就给我们动力了 珍惜我们的生命 就给我们力量去对付罪 给我们聚会聪明 不被人影响 不被罪影响 所以一方面 神有奇妙计划 当你尊重神 进入这个计划 第二 祂帮助我们对付罪 第三 当我们对付罪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 神就祝福提升你的生命 这三方面 其实很多方面尊重神 你都可以这样说的 一方面神找有奇妙的计划 在你生命中 第二 祂感动你离开罪 感动你尊重神 感动你圣洁的生活 第三 当你尊重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 祂就大大的祝福你 这样的话 当你尊重神 神就开心了 神就说 这个是我喜悦的人 祂看着你就笑了 祂就将你的生命 放在祂的奇妙计划里面 这个就是神奇妙的工作 同时也有一些警告 圣经说 不要再犯罪恐怕你 遭遇得更加厉害 犯罪必有破坏性的 犯罪令你失去喜乐 失去平安 失去与神美好的关系 也影响我们语言的关系 所以犯罪必有破坏性 因为犯罪 有些人的生命是怎么样 他没有好的朋友 朋友都不喜欢他 是不是 有些人骂人 家庭 常常吵架 整个家庭都没有平安 神也不喜悦 其他人也喜悦 他的生命就 整个生命都破坏 当我们悔改 说神啊 我悔改了 神就很喜欢 就喜悦我们 就给我们力量 对付罪 所以主要是恩典 也有一些警告 让人觉得 你是很宝贵的 神看着你的 你的生命 现在里面每一个都是这样 每一个都很重要 但如果你被情绪影响 有些人会有烦恼 这些人不听话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个人吵架 这个人骂我 就里面就很不开心 就影响我们的失丰了 我在生命中 这个是分享了 我在生命中 遇到有些人不听话 我说不要紧 这是他的问题 我会帮助他 但我不是要 担负他的担子 这是他的担子 不是我的担子 但我会帮助他 但我不会带着情绪帮助他 我会轻轻松松帮助他 我做了神喜悦 神喜悦就可以了 我不是要负责他 他改变我很开心 他不改变 我不是要担心 我也不发怒 我会继续帮助他 但我不是要烦恼 这个是一个例子 帮助人的时候 他不听话 我还是不被他影响 还是平稳安静 不要紧 帮助人的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